给学吉他的六个宗告 第六集就是你要更认识你的设备 本来我只想拍五集 但是我觉得要加上这个 你想想看你的设备 不管是吉他还是音箱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他可能要陪伴你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所以你绝对有理由要更认识他 他的特性 他的参数 他有什么缺陷 甚至你可以把它变成优点都可以 像我就有一把吉他的二弦三品 这个地方 每次弹上去就会有些共振 他这个叫做朗音 有时候是很难避免 他就是那个频率 刚好和里面的某个地方 共振起来了 那我不认为他是缺点 我就把它变成优点 每次我弹个什么东西 我想要 想要多一点 共振 然后像电吉他这种过载感觉的时候 我就故意去弹他 另外 我有一把吉他的十音 其实我自己装的一弦声音特别小 那我也接受了 反正我本来就不喜欢一弦声音 太尖锐 太大 但是当我想要弹某样东西 需要一弦声音很清楚的时候 我就会故意拨得很用力 或者是弹得很用力 就是你要适应他 我记得我还有另外一把吉他的六弦的十音 其实也是我自己装 他声音特别的爆 所以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把它调小一点 或者在这个效果器或者是音箱上 把它把那个低频调小一点 就是你要你要去认识他 你的设备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特性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配合他 然后你也要去分析 你这一堆设备里面 什么是必要的 什么是你太无聊乱买 杀杀时间的 这两个你要分开 你就不会把心思放错地方 像我就是有后者有很多 明明就是乱买浪费时间的 但是因为我实在是时间太多了 所以确实有一堆东西是乱买 然后再乱卖掉的 也值得去认识他 OK